两个重点,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break跟continue 帮我做什么呢? 在回缺里面做一些控制 那所谓的我们先break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break,什么时候可以用到break 第一个的话,如果我这边程式里面要break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是1要加到99 当然我这里已经给他一个1到99,到100停下来 可是假如说我今天 其实我也不确定说我是不是到99 那所以我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数字 1到1000,其实就到99停下来 但是实际上我不要到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假设我要在程式里面多加一个叙述 当我到99的时候,你就帮我停下来 就break了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我要把程式加上break的话 特别之后要怎么加,第一个,H你就在这边把数字加大 第二个的话就是if if是什么?做一个逻辑 逻辑条件就是什么? 当这个i的值,当它怎么样呢? 当它如果说什么时候要去帮你累加呢?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希望说当它这个值,如果是大于多少? 如果大于,假设是大于100 OK,如果当它这个值100,不对,应该大于,大于99才对 如果当我99,99是等于吗? 还要累加,OK 如果当它这个i的值,如果大于99的话呢? 那我讲break OK,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一样,假设我的逻辑 我最后它产生的还是1加到99的话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城市里面会有一些情况 就是我无法预期是不是刚好到这个值 所以我可能就是加一个这个逻辑判断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今天要1加到99 但是我这边给它的数字超过它要加的范围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办?当i这个值 如果它是1,那帮我加 当它是2,也帮我加 当它是一直到99,所以特别是要当它到100的时候 当它到100的时候,100有没有大于99? 有嘛 如果当这个i的值等于100的时候呢? 那我就什么?break了 那break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就是跳离这个回圈 意思是说这个for回圈就停掉 停掉的话,它会跳到它的下一行 然后就把结果给print了出来 所以累加的结果 会不会也是刚好跟我们刚刚的4950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程式应该就OK了 所以等于就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多加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加一个break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应该会不会是如我们所愿的呢? 执行一下 amma 4950 OK,并不会因为说我今天把那个结束值 把它给它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它就会跑完 不会,它就到那边就结束了 OK,所以这个break的话呢 后面还会用到 尤其是跟坏回圈搭配的时候 这个break尤其重要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再把第二个这个回圈叙述 我常用的像continue 不过我刚刚跟我讲 continue可能我用的比较少 但是也是很重要 这continue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呢? 如果我说我今天 我把它改一下 第一个,用break 第二个的话 我们假设用continue 我把它再复制一个好了 h,我再复制这个module 然后把它在src上贴上 然后加一个,按ok好了 等于是另外一个 我用这个列小了 那我把这个程式 假如恢复一下 OK,原来是到100 那如果我今天呢 假设我要在这边用什么 请帮我加就是 1,激素部分的累加的话 比如1加299 我只要激素部分的话 那当然有几个方法 我刚刚讲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逗点什么 逗点2就可以了 如果逗点2的话 还可以执行 当然呢 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1下一个就是3 再加一个5 一直到99 所以加总的结果呢 那就是2500 OK 可是哦 这个地方假如啦 如果我 题目假设加在考试 刚好 请不要用step 请你用continue 实做 这个激素的累加的话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OK 那如果类似啊 假如说我今天不用step 我要用continue的话 那这边一样 跟刚刚break有点类似 if 这里的话哦 我要让他做 OK 跟不做 如果continue实际上就是不做的意思 如果当什么呢 当i这个词哦 如果是激素的话 我就要累加 可是如果当他是偶数的话 那我就跳过的意思 所以continue 比较接近那个口语的跳过 所以这个if的话呢 这边就有个逻辑 如果他是偶数的话 那就跳过 OK 所以哦 那个白话意思 就要写 if 如果 是偶数的话 下一行 就是continue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说 i的词 是偶数 你看他有讲过类似的 有没有 就是除以什么 余数为0 有没有 除以什么的余数哦 还记得吧 有没有 一个运算值叫什么 percent嘛 百分比有没有 所以哦 如果 我想要 实作 这个 i这个词哦 是偶数的话哦 就是加一个什么 i这个词 加一个百分比 除以 二 之后的余数 诶 这个就是除以多少的余数哦 那后面的话呢 除以二就是 他必须被二整除的话 那整除的话就等于多少 等于零嘛 所以后面加一个等于等于零 等于等于零 意思说 我除以二之后等于数 如果为零的话 诶 加一个冒号 OK 所以哦 这个是说 如果 i是偶数 所以哦 白话意思应该各位可以理解吧 然后呢 我就把它跳过 所以enter过 然后记得这边的话 就加一个什么 continue就可以了 continue OK 好 那其他词是不改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那个所有的奇数 做个加种的话 不用step 而用continue 那我可以用 这样的叙述 如果 如果 i是偶数的话 那就跳过 所以哦 特别追哦 也就是他进来之后 1 如果假设 i先从1开始 那1如果除以2 是不是等于零呢 不是 所以不是的话 就不会continue 那不会continue 就帮我累加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1 就帮我累加在sum里面 然后2 2过来就是 所以continue continue就跳过了 意思是什么 他不会执行这一行叙述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continue的作用 大概是这样吧 只是说 所以在哪 这坊间的书籍 解释也 你要真的把那个坊间的书籍 的解释看懂 然后写得出来 那你现在算很厉害了 真的 我看了很多本书 我看完之后 我都摇头了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叙述 写很多 但是我看完之后 我连我本来会写的 我都变成我不会写 continue 要怎么写 OK 其实简单讲讲讲 就跳过了 OK 我来试一下 你给我看一下 那最后结果呢 是不是 也是2500 如果是的话 那表示应该OK 那结果 OK 结果是2500 当然如果说 我要偶数的部分 我要偶数部分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 把0改成1 改成1就好了 有没有 如果因为1除以2的余数就1嘛 3除以2的余也是1 然后所以变成说 如果偶数的话 那执行之后 它就是2450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验 当然 程式部分的话 其实云端上也 我看一下 基本上我有把这个结果 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这边的话 加一个break 如果它大于99break 然后continue部分的话 就是i假设%2的话 是0 那就continue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break跟continue的使用方法 在货回圈里面该怎么试 当然将来 如果你要用break跟continue 不是只有在货回圈可以 其实画回圈一样可以 使用的方法 也是类似的 主要就是你要知道说 这两个 这个语法要该怎么去操作 让你的回圈 可以更 更加的有一些弹性 OK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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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